百搭UP们所欠我们的办公室编在一栋还可以的房子里面 这边虽然说不上特别的繁华 但是还可以在西安二三环之间 大家这个电梯是很快的 从一层到十层我数了只要二十秒 它周围都是木板 因为这一栋办公楼是比较新的 这些木板都还没有拆开 好就到了 然后在这里我们里面识别一下 我们公司还可以啊 就不是特别大 目前就五百平 然后我的办公桌的话 就是我的办公室的话就在这边 就是这里的 然后咱最好先把这个门关上 门的话是透明的 因为透明的话 有助于公司之间公司同事之间的一个交流 来坐这里坐下 我比较喜欢 在这里把鞋子脱了 在这边随便走 这地都非常的干净的 就是这个线也有点乱 如果想要摆一下主线物 那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电脑 首先咱这个电脑的话 配置的话简单来说一下吧 有64G的内存加一个3090 而且是水冷的 CPU的话就是英特尔18核的那个CPU 最新那个10980 显示器的话必须是4K的呀 而且是三个 其中一个还是这个代理屏 随便拖 随便拖随便有 超级舒服 方便这个直播 还有做视频 然后眼前的这个Mike是铁三角的 它原价是16000 但是我买二手比较便宜 只要6000 这个真的是水转 我测试底下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两个大的灯 这两个大的灯打上光以后 可帅可帅了 就看着纯红齿白你知道吗 然后这边 有各种各样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 它是暖手宝 两个手表 这个是前面送我的小礼物 然后我的牙刷 这个牙刷是在显示上买的 我可会勤俭气压 我这个牙刷原价是3500 在京东上买 这一款 它是什么 反正就是紧牛掰 这里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器 然后用着也很舒服 这个牙刷的话 我买的话是1000 1300 就雪赚 之后呢 想打游戏这里还有一个小包包 在想打游戏的时候啊 直接把它拿出来 对吧 这个是精英手柄 应该也是1000多块钱 具体多少我忘记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手机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是专门给那个ROG3 那个手机用的 结果我ROG3手机丢要了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小米的背夹 用在手机后面 手机一下子就凉快很多 这里有方便的USB插孔 还有这个 这个是那个灯 这个灯 一开 一下就变得特别亮 这可能手机上还感觉不得特别明显 然后就是随便遥控 还能调这个亮度 很厉害的 然后再一键关 很舒服 然后这里是眼药水 耳机 还有一些酒精贴片 我今天可能会一样 所以背着这个VC和B2 然后这边还有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鼠标 这个鼠标也是最好的无线鼠标 它是通过这个鼠标垫来给它充电的 鼠标垫其实是一个大的充电器 这样它永远不需要换电池 它原本这里是有一个配重器的 但是这个变成了这个充电模块 给它充电用的 特别爽 我这两天搞了一个新的衣架 衣帽架 就在这挂着 超级方便 一下子就不会显得很乱 这个凳子的话就很厉害 一个一万块 它是赫曼米勒的inbody 两个 本来我有三个的 还有个丢了 就很奇怪 放在办公室 结果不知道去哪了 周围同事也不知道 然后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宝藏 它是一个小冰箱 应有尽有 想喝什么都有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冷冻室 你看信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买这个冰淇淋 这个冷冻室里面可凉了 可以冷冻任何东西 如果你们来做客的话 可以亲们吃一吃喝一喝 对吧 还是很爽的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然后这里我有个梳妆台 这个梳妆台 其实挺便宜的 但是里面东西是很全的 包括这个沾衣服 沾衣服上面的毛的这个东西 包括各种粉底 发辣还是发胶 刷子 西装水 护肤的全都有 当然口红 我们在口红这里 游击官口红还没有到 到时候很多观众觉得我这个嘴巴太红了 想要我换一下这个口红 就换了一下 然后我在这里 偷偷放了一些这个早点 每天早上有吃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个音箱 这个音箱的话 是苹果的那个 它的音量特别的特别的棒 上面这个耳机 是我以前用的那个 外星人的一款耳机 就是原先我是试试看 神超它用的 然后这里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洗发水 我这边还有这个毛巾 还有吹风机在这挂着 我经常去 我经常在这个直播前去洗个头 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精油 我挺喜欢这个香橙的这个精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下子这个灯光 就感觉很温馨 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这下面呢是很多人问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空气净发器 我很早就买的 好像今天这个沙发 其实可能一进来 就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被子和枕头 都是我采买的 这个上面有点黄 它其实是颜色不同的一 这个被子是白的 但是上面就是米黄色的这个被套 不是枕套 然后我在这儿睡觉 其实看起来 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 这个抱枕是可以拿起来的 把这个抱枕拿起来 然后睡在里面 超级爽 我在公司已经连续睡了四五个晚上了 这个月睡了十几个晚上 太羞耻了 然后今天有个摄像机 这个相机的话还挺好的 也能够拍这个4K的视频 我之前很多都是用这个来拍的这个镜头 但今天这个视频啊 它比较适合用手机 额外好像没什么东西 就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贼爽 我是想着 这个椅子 然后把脚搭上去 这样靠着 我是想在这儿做什么 就是下午比较闲的时候 从这里把铁板一拿 然后咱就可以开始看书了 我希望就是说 作为主播 他能够多看一些这个新闻 看一些书 包括看一些 比如说抖音啊 皮皮虾 这样一些段子去学习 这样才能充实自己 和观众有更多的互动 在这个地方 我就感觉唯一差的东西 就是搞一个下午茶 要有个小型咖啡机 但其实那个太麻烦了 我感觉搞了之后 我肯定不会用的 我这么懒的人肯定不会用 所以就没有搞 我就直接从冰箱里拿瓶水 更好了 基本的介绍呢 就是这些 如果有粉丝路过西安的话 欢迎过来望图这里 看一看做做客 非常的欢迎你们 这个是真的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望图很奢侈 就比如说这个椅子 一万块钱一把 这个是因为 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一天可能会在这个座位上 待上十二三个小时 有的时候很夸张的 待个十四五个小时 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是这个腰 它对我的腰保护得很好 那以后我可能就少做两次手术 就省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哥哥 他也是做这个视频剪辑相关的工作的 他就是弄出了这个腰伤 然后经常每星期要去找人按摩 然后还要去做这个手术 考虑做这个手术 但是一直没有做 因为这种手术花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他实际上冻这个骨头 他不是切块肉就完事了 然后我是觉得 索索有有的一些设备加起来 可能也就 二十万肯定就能搞定的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这些东西太奢侈了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想 就比如说这个滴滴的师傅 他开一个这个专车 他买个二十万的车 开这个专车 每个月能挣一些钱对吧 每个月能挣个一万两万的 那妄图弄这些设备 其实环境好 心情好 效率也提高了 这样的话我每个月 赚的比赚 专车师傅还多了 对吧 这些大部分是这个生产力工具 包括这个沙发 其实那里沙发就是我的床 包括这个躺椅 其实也是说是 希望我能够努力去提升自己 这些东西 它的存在就吸引着我 注意一定要记得去 多看看书 多看看新闻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就挺好的 这些都是小的花费 咱真正的花费是在游戏里面 要花很多的钱 游戏里远真 如果再搞完远真 我就绝对绝对破一百万了 现在应该是花了 八十来万人民币 就是之前在游戏里 充分了所有的钱 如果这次远真搞个三十万 那就绝对破一百万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晚上提播 明天晚上八点再见了 拜拜